Odia Jungle 却是闯王李自成,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复杂局面,一个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,此人就是吴三贵。吴三贵本是明朝驻守山海关的总兵,李自成的大顺军功如此进城后,其手下一位重要的将领刘宗敏,霸占了吴三贵的爱谢陈圆圆。 面对王国之囚,夺妻之恨,吴三贵依然选择将清,吴三贵将清,表面上看似,冲冠一幕为红颜,但笔者认为绝不可能这么简单,国仇家恨只不过是一个借口。 明朝既然已经灭亡,吴三贵在山海关孤立无援,北边是十万拔旗清军,南边是李自成的十万大顺军,吴三贵驻守山海关总兵力只有三四万,不是任何人的对手,因此必须选择一方作为依靠,投降李自成肯定不行,否则他将背负更多的骂名,将清成了他唯一的选择。 联手清军,吴三贵最终报了一几支求,李自成的大顺军被击溃,他本人也是生死未卜,去向成迷,帮助清军入了关,吴三贵继续为清朝效力,南征北战,立下不朽战功,最后被封了个平溪王,为了讨好清朝统治者,吴三贵甚至不惜千里奔赴缅甸,抓回了南明皇帝朱油郎,并且将其绞杀于昆明。 吴三贵的所作所为,遭到了世人的唾弃,但得到了清朝的信任,此时吴三贵的私心表露无疑,他就是想暂时偏安易于,养精蓄锐,康熙皇帝继位后,由于年幼,吴三贵可能更不把他放在眼里,在云南肆无忌惮地做起了土皇帝,开始招兵买马,随着康熙皇帝日渐成熟,隐约感觉到形势有些不对,于是蒙生了萧三番的念头。 吴三贵在云南势力的不断壮大,他的真面目终于暴露,原来将清也只是他的缓兵之计,并非本意,吴三贵想要做的,就是推翻清朝统治,自己当皇帝。 后来发动的三番之乱,就证明了一切,吴三贵其实是早有预谋,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,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,可以和康熙皇帝搬一搬手腕。 吴三贵并不是盲目自信,单纠兵力来说,吴三贵不逊于大清朝,财力方面,清朝入关之后,一直没有站稳脚跟,战争不断地消耗国力。 吴三贵多年积攒的彩底,与康熙皇帝不相上下,三番之乱刚一开始,吴三贵就将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,仅三个月不到的时间,就成功占领了云南,贵州,湖南,四川四省,一时间士气大震,清朝入关之后,民间反清复明组织一直存在,大都集中在长江流域以南的广大地区。 吴三贵宣布与清朝作对,这些民间组织都积极加入,除此之外,福建的耿京中,广西的孙延龄,广东的上之信,陕西的王府城,他们也都纷纷响应,这样一种大好局面,吴三贵的胜算远远大于康熙皇帝,但他最终还是败给年轻的康熙皇帝,康熙皇帝有雄才大略,这一点毋庸置疑,但吴三贵却是败在了自己的手下, 为何这么说?原因有二,第一个原因,就是吴三贵过早称王称帝,吴三贵最早称王的时间是康熙十二年1673年,也就是在这一年康熙皇帝宣布撤翻,吴三贵自称周王,虽然喊出了兴明陶鲁的口号,但这一举动彻底葬失了人心,他这么做就是司马昭之心,很不利于团结反清复明这一庞大的队伍, 不仅如此,五年之后,吴三贵干脆称帝,国号大洲,建都衡阳,吴三贵真应该好好向明太祖朱元璋学习,朱元璋当年打天下,采纳了朱升的建议,采取高筑强,广积良,缓称王的策略,不仅避免成为众矢之地,还能不断发展壮大自己, 在群雄纷争的那个年代,朱元璋战胜了一个个强敌,最终建立了大明王朝,第二个原因就是一物战机,上文我们说到,吴三贵的兵力其实很强,其实前期也是一路顺风顺水,虽然失去了一大批赋明治氏的支持,仅凭自己手下的兵力,他很快就打到了长江南岸,如果趁机继续渡江北上,把江北各战略要地拿下, 吴三贵将占据绝对优势,但正是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,吴三贵选择镇守江南,待观察形势后再做决定,这么一观察就是三个月之久,清朝则利用好这段时间,从前,国各地调兵遣将,选择让大军停留在长江南岸,可以看出吴三贵其实并不自信,也没有雄心壮志,他只是想当皇帝, 也许并没有想过要一桶山河,能够与康熙皇帝化江而至,吴三贵已经心满意足,但他低估了年轻的康熙皇帝,化江而至可不是他想要的,吴三贵手下将士奔响一股作戏渡过长江,屡次建议的也是大有人在,但三个月时间过去,最佳作战时机已经丧失,以吴三贵为首的三藩之乱, 最终结果我们都知道,吴三贵死后,他的儿子也只是苦苦支撑了三年,清军攻入昆明,吴家洛德克买门抄斩,吴三贵本人也被八分掘墓,吴三贵的结局说明了一个问题,做人要审时度势,也不可以太有心计,面子上一套,内心里其实是另一套,这样的人终究会害了自己。